饱受日带气旋加布里埃尔摧残的纽西兰北岛 如今正在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这场被译为纽西兰史上最大气象灾难 至今造成至少8人领难 将近4600人依然失联 怨气沸腾的当地民众也丝毫不客气 直接抨击新上任不到一个月的纽西兰总理西普金斯 在应对灾情上反应过满 来看受到气旋重创的纽西兰北岛的灾后情况 热带气旋加布里埃尔两天前减弱 并离开纽西兰之后 当局开始进入灾后重建工作 加布里埃尔除了造成人命伤亡 也重创了当地多个地区的电力以及电讯供应 目前全国大约6万2000栋房屋 依然处于断电状态 随着当局已经联络上数百个早前与外界隔绝的社区后 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攀升 因此在重灾区之一的沃克湾地区 建立了两个临时太平间 伴随加布里埃尔前来的还有山体滑坡以及洪水 有灾民亲眼目睹自己的两岁半孩子淹死在洪水中 也有劫后余生的灾民对自己当时逃命时的场景历历在目 他们的房子都布满了弥命 有灾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还有10厘米水位就能碰到天花板 根据官方说辞 政府在洪水爆发后派出了大量救援队伍前往灾区 拯救爬到屋顶上的灾民 由于被天灾摧毁的道路以及桥梁依然无法使用 当局已经部署军队通过海运以及空运提供清洁饮用水以及物资 虽然部分桥梁已经开放通行 不过当局表示那只限于紧急服务以及救灾人员使用 为了居民的安全 居民也被告知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不要离开居所并限制用水 在城市周边的加油站也都张贴了告示 声明除了紧急服务之外 任何人都不能购买燃料 还有人尽管的野性 这因素不最后的野性 虽然感觉是极一种免责的 质量 有很多荷兴也娘也不要写 是否则要联系 我А订阅 目前纽西兰政府还在评估这场迹象灾难所带来的损失 而纽西兰邮政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科尔告诉法新社 他估计这次灾害损失的金额将达到30到60亿美元 大约133亿到266亿令吉甚至更多 大约133亿